Aquamonstar的防水機能筆電套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Aquamonstar的防水機能筆電套 一開始就先跟大家講一下它的基本資訊 它的尺寸的話是可以容納14吋以內的筆電 那目前的話有兩個顏色,第一個顏色是像這種黑灰感的 歷史黑,對比較鮮豔的是迷彩桃 那我是覺得歷史黑的話就是 因為其實現在戶外大家很喜歡那種黑暗系風格 就是比較黑系的,黑黑的話就蠻搭的 迷彩桃的話我個人覺得它的顏色其實 雖然說蠻亮的,但是我覺得它是也不會不好搭 我自己覺得蠻好看的 再來呢就是說因為它是防水機能筆電套 所以說它是符合IP67的防水的規格 再來呢就是它有一個自己獨家的一個專利 是這個拉鍊,zip dry的防水器密拉鍊這樣子 標榜就是整個丟進水裡面水都是不會進去的這樣子 那以上呢就是這個防水機能筆電套的基本資訊 接下來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們使用上的一些心得 可能像露營或是爬山的人 其實我們是必須要面對下雨這件事情的 譬如說有在打球騎摟摟車這些人好了 那可能下雨天那大不了就不去了 對但因為其實像我們其實是很容易會下雨的 等於變成說我們其實大部分時間就是要跟下雨共存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在挑出外用品的時候 我們通常一定要去注意的就是它有沒有防水 帳篷啊天幕這種東西它是鐵錠會防水的 像是我們這種露營燈啊或是之類的東西 就是其實大家只要是在做戶外用品的東西 就算沒有真的完全防水 它也要去有一些巧思去讓它是比較能夠克服下雨這件事情 其實筆電就是一個沒有辦法防水的東西 譬如說像我們晚上有的時候要工作或是我們看電影 這個筆電它返潮會真的很可怕 就是會很真的會很濕這樣子 可能你露營結束之後你筆電你必須要拿回家 可能放在防潮箱裡面 就算真的放到防潮箱裡面啊 其實都是在減少你筆電的壽命 所以說我自己覺得有這個防水筆電套的話 就是晚上看電影你放在裡面其實就 就不用擔心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假設不是露營啦假設你是去海邊的人 其實海邊也是會有沙塵這樣子 就其實有些沙子你根本就很細微 你根本不會看到的 比如像是你去海邊 你明明就覺得你海外也沒幹嘛 但你回到家你發現你口袋都是沙子 就是會這樣子就是那個沙子是一定就是會跑進去的 你如果有用這個筆電套其實也是會安全很多這樣子 在使用上需要注意的地方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是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因為 你套的這個防水筆電套 你充電就沒有辦法充電 會變成說就是你必須要先充好電 你再用 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會再使用這種筆電套的人 可能都會在 從事戶外活動 那從事戶外活動可能就會有太陽 會變成說就是就算它真的不影響散熱效果 大家也說不要在大太陽底下用電腦 不然那個電腦是真的會燙到燙傷你 對跟它沒有關係 真的是你在大太陽底下你用電腦 你就是死路一條 對你就算它不影響 你都是死路一條 整體用下來我是覺得它是蠻酷的 蠻新穎的一個設計這樣子 對那就推薦給大家喔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就是按讚訂閱一下我們 謝謝